美国总统里根 虽然贵为总统 却经常能够把自己看清 一天他的秘书告诉他 有一个叫比利的比利的男孩子 身患的重病不久就要离开这个世界 听说这个孩子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就是想做总统 于是里根选的一天 把这个孩子从医院里请到了白宫 让他坐在了最原型的办公室里 亲自给这个孩子做助手 帮他处理公务 一直到这一天的结束 大学开学的日子 有一个新生 拦住了一个开门的大爷 让他照顾一下箱子 大爷 你帮我这个箱子看一看 第二天才发现 这个看门的大爷 竟然是北京大学的副校长 著名的学者叫季献林 这位学贯中西的学者 竟能够如此地看清自己 也许正是他成为当代学人榜样的原因之一 我跟大家讲人要放低自己才会越来越高 要学会像卖穗一样 长得越高 头要变得越低 被称为美国人之父的富兰克林 年轻的时候 曾去拜访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那时候他年轻气盛 挺胸抬头埋着大步 一进门 没想到他的头就砰的一下 被墙撞在门框上 痛得他一边不住地用手搓揉头 一边看着比他身子矮去一大截的门 出来迎接他的前辈 看到他这副样子笑笑地说 很痛吧 可是这将是你今天访问我的最大收获 一个人想要平安无事地活在世界上 你必须要时刻地记住 该低头的时候就要低头 这就是我教你的人生哲学第一课